欢迎来,姐妹 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南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女》 《若望福音》19章27节 今天我们看到《若望》的这一段记载 是令人一方面很借叹唏嘘 大地方面都是感人的,很感动 就是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个时刻 在他临离世之前将自己的妈妈,玛利亚 托给他所爱的门徒 相信是若望 请他照顾自己的妈妈 所以后来究竟 玛利亚在哪里离世的呢?在哪里升天呢? 这就是两个传统 一个说法就是在耶路撒冷的 如果我们朝圣现在都能找到耶路撒冷的一个姓母母的地方 但是另一个传说 就说若望去了小亚细亚的一个城 叫做阿弗所 于是圣母也去了那里 因为他们在一起 这是一个传说,没有可以引证的 但是说那个门徒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女 那个是哪个门徒呢? 我们就说是若望 但其实若望自己 在第十三章开始 他就隐没了他的名字 只是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很明显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玛利亚 把圣母接到我们自己家里面 这个家里其实 希腊文是没有加这个字的 是接到自己那里 自己那里 那是哪里呢? 可以是家里表面的意思 但是更深一层的意思 就是里面最内在的那一份精神 做人的原则 待人接物的态度 整个的私言行为的方向 那玛利亚是怎样呢? 玛利亚一生就是做上主的疲累 这一份呢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 学习圣母这种谦卑的 卑鄙的精神 就真真正正的 将圣母的精神成为我的精神 是吧? 将圣母做人的宗旨态度 成为我做人的宗旨态度 这样的话 就真的将他接到我们那里 各位兄弟姐妹 等我们在圣母月即将结束的时候 都认真的 坦诚的 求天主给恩寵我们 将玛利亚接到我们那里 那门徒 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任务幻音19章27节